或是量波内在的含义 那么这就容易走上形而上学的外路 我们老师强调要想学好用好量波 一定要透过视觉形象 弄懂它所表达的内在的含义 那么为此呢 看懂制造量波的主力 是强装呢还是弱装 是精装呢还是笨装 这才是我们量学量波看盘的核心 好接下来 让我们结合老师给我们举个案例 来进一步去理解 这是厦门银行2020年 11月6日的量波的流译 那么关于量波的形与态 那么我们刚才说关于量波的形和态 我们在这一幅图当中 可以看到A B C D E F D H I 它们是不是这个起伏的浪行 起伏的浪行就是形态 就是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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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这一个过程它就是浪行 那么这些浪行有什么的内在含义呢 它体现了什么样的规律 它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们老师强调的态 有形表面的形到内在的态 那么简单的说这个B处 大家看简单的说这个B处 两个尖底一个尖底两个尖底 持平后量波向上 那么其含义是什么呢 A就是尖波平底必然上去 然后后面怎么样 后面果然真的就上去了 再看B和F B和F这一段 大家请看是不是一个尖底 两个尖底啊 也是什么 可以看成是尖波平底 必然上去 那么在这个后面怎么样 果然是到了F如果后面下不去了 所以果然就展开了大幅的向上 所以我们老师说 只要看懂了量行所蕴含的 蕴藏的含义 我们就能够看懂量波背后 主力的性格能力和实力 一个意图 那么使得我们的操作 尽量符合和配合主力的行为 也就是啊 我们看懂了量波 也就是懂得了庄家就实装了 然后实装了以后 我们就能够按照庄家的节奏 配合主力的行为 然后适时的进退 好 那么在这回途中 我们当时的量学机型班 就有好多同学是在F0介入 当天呢 就转了五个顶 这就是透过行 透过这个行 怎么样 抓住态 透过行 抓住态 轻轻松松做买卖 那么量波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我们王总老师很坚定地说 有啊 因为量波是参与市场的各种力量 各种意图 各种力量这里面 独空双方都有 各种意图 涨涨接着的意图 各种愿望 赚钱啊 干什么的 在最小单位时间内的 最粗实 最直接 最敏感的 现场较量的及时体现 这里大家要注意到 这里有个最小单位时间内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量波 在涨跌的预判复约当中 它是最小单位的 所以也就是第一时间的 最初是最直接 最敏感的现场较量的 及时的体现 我们老师说 不要小看量波 是最小单位时间内的 最初实的力量 和意图的体现 一不小心 它就可能出现 一只蝴蝶 在巴西青拍翅膀 或将倒置 一个月后 它也平衡彼岸 掀起一张 浓卷分的蝴蝶小影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放在我们个股上 我们最小单位时间内的 量波的 它的一个表现 有可能就怎么样 对一只股票的后市 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好 那么我们请看 我们老师刚才举的 厦门银行 12月2日的日向流行 那么我们老师 当时发现 量波B柱的地方 这个B柱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才 量波图1-3的位置 从这个B柱开始 我们厦门银行 在18个交易日内 走出了一步翻倍的行情 其中呢 就有六个账庭板 平均每三天一个板 那么这么好的股票 我们能够在B柱这天 发现它吗 我们老师说 能 能 只要怎么 只要我们学好了量波 学懂了量波 任何人都能服计它 好 大家请看 这个刚出 就是我们龙游车战队 以前叫量学勤龙车战队 量学勤龙车战队 当时研究跟踪的 我们也是在 这个老师途中 闭住这个小羊 之后的周末 我们发现了这个案例 那么我们通过 日向的长影短著 和底部的被难忘记住 再结合我们这一天的 两波的形态 我们就想让大家跟踪研究 结果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 就有大一部分的队员 伏击了这个案例 牟尼伏击了这个案例 然后其后享受了翻倍 到了12月3日这一天 我们就提醒 这一天我们就可以 这个牟尼出货了 为什么 因为量波开始走弱了 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之后 接下来就 就开始调整 我们下美名号 好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 我们那样去云讲堂的 九位讲师 现在是教练 都是在闭住 星期五发现他的 然后在他们 然后在周日的11月8日 选顾练习和同学们分享 许多看懂了量波的同学 就是在周一清 享受了18天翻倍的乐趣 我们继续办法也是这样 好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在股市这个动力系统中 初始条件下的微小的变化 可能带动整个系统的 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 但就是说我们一个小小的 量波的变化 就能够看出多安利来 因为输入多的微小差别 会迅速放到达输入 要么产生积极效应 要么产生消极效应 对吧 那我们刚才这个 在逼出的时候 这个量波 它就是强势 那么它就产生积极效应 而我们后来12月3日 那个顶部的那个量波 它就是弱势 所以后面就产生了消极的效应 所以产生积极效应就是上涨 产生消极效应 这里就指的是下跌 所以量波就是帮助我们 危险量波中最小的单位 最及时的帮助我们导到 这个一只股票也好 整个大盘也好 它这个市场多空双方 它争夺之后的平衡于石痕的接近 就是向哪个方向就发展 是涨还是跌 这样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应对石痕 而且在第一时间 向上石痕 我们就及时跟上 向下石痕 我们就设时的退出